我们这里学了 学了大天教了 也能够说得出来了 这在我们讲习里讲过多次 我们这不是真知晦 我们这是听说的 听佛菩萨讲的 不是自己的境界 所以这个物叫解物 不是证物 证物就管用 就不受影响了 我们现在晓得是解物 不是亲证的 是佛菩萨他们真的 说出来我们听到了 好像我也懂了 我也能说出 说得跟佛菩萨说得差不多 没说错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受影响 这是什么 从前张家大思想 你还没放下 果然真的放下了 你就不受影响了 你就得大自在了 那叫政府 所以放一段下的时候 叫政府 明白了没有放下了 是解物 心结 心正 你在解 你在通过心 行是什么 立思练心 什么人都要接触 你要不接触 有一个人 那个境界张爱你 你就不能够 接触干什么 磨练 力思练心 没有经过磨练 你怎么能争果呢 行 行就是真干 真干就是真的接受磨练 接受人的磨练 接受死的磨练 接受一切万物的磨练 就像华言节末后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去接受五十三位善知识的磨练 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磨练 还得在六道里头大滚 出不出来 佛法再通达 讲得天花乱坠 没有 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你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你也就搞磨练了我 六道里头没有别的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你还是搞这个 干这个 你没放下了 这就说明 真正的功夫是放得下 不再计较了 对人对死对我 决定 不会起个念头 控制占有 这很重要 决定不会给一切人事物对立 为什么呢 变法界 虚空界 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怎么对立 古人用牙齿跟舌头做比喻 牙齿跟舌头能对立吗 牙齿咬到舌头了 把舌头咬破了 舌头要不要报仇 他不会报仇 为什么呢 他不得力 一体 行一体 其二用 二用是一真状元 宇宙生命的源起 他从这里起来 还要回归一体 学佛没有别的 学佛就是知道回归一体 真的回归一体 就叫成佛